注意看 这是印度人吃的爆米花 假如肠胃不好的人 可千万别去尝试 因为你根本不知道它到底有多脏 这里面的一种食材 很可能会导致你大窜特窜 那它到底是什么呢 让我们来看一下制作过程 你就知道了 年轻的老板先是把不要钱的青椒切碎 然后用同样的动作再将一个洋葱切碎 配菜准备完毕的同时 老板拿出一个五年没洗过的小桶 抓了三把爆米花进去 将刚刚切好的配料一并放入 再削一些柠檬进去后 又挪开小板用勺子成了点黄色的东西 接下来注意看 关键的食材来了 这就是导致窜息的根源 这玩意就是牛吃过草后 加工出来的东西 我想你们肯定知道是啥 放了这东西后 小味儿熬一下就上来了 所有食材准备完毕 现在需要做的就是快速搅拌 把它们都混合在一起 随着老板动作停止 一份爆米花就做好了 再拿出一张不知道格拿捡来的名片 放在上面当勺子用 这种美食在印度很受欢迎 因为它吃着有一股嘎嘎臭的味道 类似于我们常吃的臭鸭蛋 能瞬间让你神清气爽 同学们 这种美食你们敢尝试吗